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迪丽热巴 杨子 杨阳则是年轻一代中流量的代表 额场能够将这八位集结在一起 看来背后的资源对于任何地位的明星都一样适用 就在代言人的消息陆续官宣不久后 关于肖战 赵丽颖合作的消息就已经散播开来 这两位突然合作还是比较让人意外的 毕竟网传消息是合体广告拍摄 一向独自美丽的两人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商业价值 演技和路人员都在线的八五花 人气爆棚的流量小声 单拎哪一位都会是品牌方钟爱的人选 对于这样的合体已经有消息表明 两家团队非常积极地达成了合作意向 能让两位联手合作的原因 似乎就是已经有过合作的王一博了 被指蹭热度的王一博因为陈情令的大爆 和肖战共同继身顶流 但是之后有点后劲不足 逐渐拉开距离的两人 也就成为了圈内最知名的对家 挂件蹭热搜这样的标签 也就顺势地贴在了王一博的身上 加上与赵丽颖的合作 引发了网友接连不断的嘲讽 从预告到制作特辑 但是居高不下的播放量 却是对王一博号召能力的最好的答案 对于两家联手这个消息 大家还是吃瓜不幸瓜 等待两个人会不会有合体的代言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佳佳娱乐 敬请关注哦